今年UFC已经举办了23场赛事 其中包括11场冠军争夺战 还包括了一场争夺临时冠军金腰带的比赛 我们见证了5位新冠军的加冕 也目睹了阿曼达罗尼斯和罗比劳勒的退役 随着王者的让位 新人也慢慢崭露头角 伊利亚托布里亚战绩不断攀升 博尼卡尔也开始崭露头角 ESPN评选了2023半年度最佳奖项 一共9个 1.最佳男拳手 亚历山大沃尔卡诺夫斯基 2.最佳女选手 亚历山格拉索 3.最佳进步奖 梅西巴伯和德里库斯杜普莱西斯 4.半年度新人 博尼卡尔 5.最佳战斗 UFC284马哈切夫对阵沃尔卡诺夫斯基 6.最佳KO TKO 伊斯瑞尔阿里萨亚在UFC287中 KO亚历克斯佩雷拉 7.最佳降服 亚历克莎格拉索在UFC285中 裸脚瓦伦蒂娜蒂舌舌芹科 8.最佳赛事 UFC290 9.最佳龙东喊话 阿尔甲曼斯特林和肖恩奥玛丽 当然还有梅拉布德瓦斯威利 和奥玛丽的红马甲 以上几个奖项 你觉得哪一个在你意料之外呢